近日,国感同盟军与政府军在老街地区展开激战,局势日趋严峻,为应对战事升级,政府宣布对八大区域实施封闭式军管。 国感同盟军与政府军的冲突始于今年年初,双方在老街地区的战事已持续数月,在这场激战中,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老街地区地处边境,地理位置特殊, 战事不仅对当地民众造成严重困扰,还可能影响到周边国家的安全稳定。 为了防止战事进一步升级,政府决定对八大区域实施封闭式军管。 封闭式军管意味着这些区域内的民众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管控,包括交通、通讯等方面的限制。 尽管政府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但仍引发了一些争议,部分民众担忧。 封闭式军管可能会导致生活物资短缺,进一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 封闭式军管的实施,无疑给老街地区的战士蒙上了一层阴影,战士持续升级,地区局势日趋紧张, 让人们不禁担忧这场冲突是否会演变为另一个利比亚式的悲剧,回顾利比亚战争,同样是由于内部矛盾激化。 导致国家陷入战乱,民众饱受战火摧残,如今,老街地区的冲突同样令人担忧是否会重蹈覆辙。 在当前背景下,和平解决冲突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政府与国感同盟军有必要通过对话与协商,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以实现地区和平稳定。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应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各方回归谈判桌,为实现和平,创造有利条件。 然而,在战事持续的情况下,实现和平解决显得愈发困难,政府军的攻势愈发猛烈,国感同盟军则坚决据捍卫自身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双方在老街地区的激战恐将长期持续,地区局势也将愈发紧张。 此外,封闭式军管可能导致地区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确保民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同时,加强与国感同盟军的沟通与协商,寻求战争之外的政治解决方案。 为何科索沃独立,国感却难效仿? 科索沃的独立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国际政治演变的结果。 南斯拉夫解体后,科索沃经历了长期的民族冲突和战争。 美国和北约的介入在这一地区制造了更大的不稳定。 这其中,美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的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 通过利用科索沃的民族矛盾,他们对塞尔维亚展开了军事打击。 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冲突的双重夹击下,科索沃于2008年宣布独立。 这个过程中,国际政治的支持成为决定性的推手。 然而,国感的情况却相对复杂。 尽管国感地区内部存在对独立的愿望,但它位于缅甸的北部边境,历史上曾是中缅边界的一部分。 中国一直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在国感问题上表现出了谨慎和被动。 与科索沃不同,国感并未得到如此强大的国际支持,也未引起足够的国际关注。 西津与国感的对比。 与国感地区相反,西津的情况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作为印度的保护国,西津在历史上与印度有着紧密的联系,西津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愿望,反而在多数民众的支持下逐渐融入了印度。 这一过程是相对和平的,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西津的情况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何印度能够吞并西津,而中国则绝不吞并国感,又为何不能接受国感东归? 答案或许根植于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中国一直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重视主权和领土完整。 因此,中国对国感问题的态度谨慎而保守。 乌东的公投与国感的命运 乌东地区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 乌东地区的问题在于,怕与俄罗斯的历史和民族联系。 当乌克兰从苏联独立后,乌东地区成为了俄罗斯与乌克兰间的焦点。 与国感不同的是,俄罗斯对乌东地区展现出了明显的领土主张,而中国对国感的态度则是谨慎和被动的。 这一差异导致了乌东和国感地区命运的不同走向。 乌东地区通过公投方式寻求归属,而国感却无法在国际政治的夹缝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和认可。 国感的未来 国感地区的未来受制于周边大国的政策和国际政治格局。 中国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尤其重视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国感问题的立场。 国感地区的未来似乎不太可能走向独立,与俄罗斯对乌东地区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立。 国感地区的未来还受制于缅甸政府的控制和影响力,尽管缅甸长期面临内部冲突和民族矛盾。 但政府仍然努力维持对全国的统一和控制,包括国感地区。 国感地区的高度自治或许是一个可行的中间方案,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当地民众对自主的需求,又能保持缅甸的领土完整。 此外,国际社会对国感地区的关注和态度也是决定其未来的关键因素。 与柯索沃或乌东相比,国感地区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 这可能是由于其地缘政治重要性相对较低,或是由于缺乏一个强大国家的积极介入。 无论如何,这种较低的国际关注程度使得国感地区的问题更多地被视为缅甸内部事物。 而非国际问题,国感地区为什么不属于我国? 从历史来看,从元代一直到光绪年间,国感地区其实一直都处在我国的控制之下。 我国在这一地区设置了相关的行政机构,隶属于我国云南省镇康县1897年。 中英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中英蓄意颠免借务商务条款,国感地区被纳入英雄缅甸的版图,彻底告别我国统治。 而国感族的来历则要追溯到明末,1658年南明末代皇帝朱油郎反清兵败,率领残部从云南腾冲逃入缅甸,被缅亡莽白收留。 其落脚的地方正是如今的国感地区,1661年,清军将领吴三贵领兵十万进入缅甸,逼迫缅亡交出朱油郎,缅亡莽白被逼无奈,只能交出朱油郎。 第二年,朱油郎在云南昆明的宾死坡被一死,朱油郎死后,其部下及家眷并未离开,选择了留在国感地区生息繁衍,慢慢形成了如今的国感族,虽然有了新的称谓,但是该地区直至今日都保留着汉族文化及传统。 朱油郎死后,其部下杨高学成为了地区首领,之后的三百年时间,国感地区都由杨氏后代把控,并且该地区慢慢涌入了大量汉族移民。 道光年间,国感杨家被清廷分封为世袭国感县令,从而取得该地区正式的汉族吐司统治权。 从历史来看,国感地区一直都处在汉文化影响圈内,时至今日,其语言文化风俗与我国几乎没有大的差异,这也是为什么国感对缅甸的认同感不高,却对我国比较亲近。 国感的南天门是我的团长我的团提到的那地方吗? 同盟军进攻的南天门山,位于国感县与中国镇康县交界,高约2100米,与南侧的盆地落差1000米。 山势呈东北西南巷,由中缅国境向国感境内延伸。 南天门顾名思义,是在老街的南边,这座山与东边的大水塘,北边的四面佛构成了老街的三大门户。 在同盟军对南天门发动攻击的时候,四面佛已经先期被攻克,大水塘的战斗也在同期进行。 2015年,在老街已经失现的情况下,同盟军在南天门曾经抵抗过缅军的进攻,但在缅军重武器的攻击下,没能守住。 此番进攻南天门,虽然同盟军士气高昂,但是他们缺乏攻坚的重武器。 能否如之前的缅军那样,顺利不得而知。 好在,本次行道到了缅甸境内诸多民地武装的支持,让缅军分身乏术,同盟军得以,专注于当地战事。 而且,无人机投入战场,多少使得2000多米的高峰,不再是决定性优势。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老街,曾是繁华之地,如今却成为了果敢同盟军最头疼的城市迷阵。 高楼大厦如同不可逾越的城墙,缅军巧妙地将其改造成一座座坚固的碉堡和机枪火力点。 对于果敢同盟军而言,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 他们缺乏直射加农炮轰楼的榴弹炮,轰炸楼房的战机等现代化武器,使得他们在这座城市迷阵中寸步难行。 当然,一个欣喜的变化是,同盟军的战术水平也有了质变。 首先是注重政治攻势,同盟军此次的口号是扫除电炸,师出有名,能获得更大范围内的支持。 其次是更加注重形势,他们并未凌辱俘虏的缅军,而是采取了更为人道主义的策略,这对瓦解在南天门和老街防守的缅军作战意志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再次同盟军发布的公告及其他,有着指珠守恶的主题,对于敌对阵营而言,这会起到很好的分化作用。